阿姨也挺抱歉的 在这个购车的过程中 我知道您带来了很多的一个不愉快 5号我从德国开产品会回来 第一时间得知您的时间 我已经就跟奔驰及时的沟通了 漏机油在三包国家的法规里 它是只能达到一个换发动机 但是奔驰他们最终的答复 正式同意这个退 因为您一直提出希望是退 就退 看到您坐在奔驰上哭 其实我比您还难受 我非常荣幸能见到各位 一直在找你们 找不到见不到 我相信您在哪个国家都有联系方式 所以这个事情 您没有什么特别要解释 我也不会理解 好吧 我不理解 我也不接受 第二点 国家三包规定 修车只要超过五天 你必须给我配一辆备用车 我跟你们提出了四次诉求 您把400的电话拨出来 你们说 配不配备用车 看各个店的情况而定 您现在跟我谈国家三包 你是断章取义 因为什么呢 国家三包有利于你的 你来搪塞我 国家三包有利于我的 你就跟我说看各店情况而定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作为消费者 在你们 你保证在你们整个过程中 没有受到欺骗吗 你敢保证吗 您觉得我有什么必要 需要欺骗一个我的上帝 非常好 你们让我做奔驰金融贷款 说利息低 我说我不想贷款 你们各种引诱我买 引诱我买之前 有跟我说有金融服务费 这么一笔钱吗 没有 当时你们说交什么费用 我都没有疑惑 因为我完全信任你们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是服务费 服务什么 我的所有 你们帮我做什么了 我为什么要交这个服务费 怎么不算欺骗 我有三点问题 需要您回答 第一点 就是这个奔驰金融服务费 你好 我表示 我不知情 是谁代表你们收我这笔钱 钱最终流向何处 第二点 一万五 你是以怎么的 他叫金融服务费 你给我服务什么了 你是以什么的计价标准 来做的这个一万五的金融服务 好 第三点 最重要 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奔驰公司 到现在避重就轻 我不明白 今天我坐在这的意义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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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